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谈一下王毅在俄罗斯访问这件事情 可以说他这次访问呢 就是给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去打前战的 实际俄罗斯媒体已经证实了 这个习近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 将会访问俄罗斯 那么王毅这次去呢 有几个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虽然最终俄乌的关系怎么来决定呢 是由习近平拍板 但是王毅可以说是在前面看口风放消息的吧 我们先看一下啊 就是普京在2月22号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王毅 然后呢 普京称呢 中俄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境界 两国贸易的增加超过预期 双边贸易额将很快从去年的1850亿美元增加到2000亿美元 然后普京说呢 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呢 习近平呢 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访问 那么这个是普京讲的话 那么这里头啊 报道实际很含糊 就是普京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那么新的境界是啥境界呢 对不对 是不是像中共以前说的中俄关系上不封底 那么上不封底是不是也到了军事同盟这样一种地步呢 所以普京讲的这个新境界 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境界 外界的猜想呀 也比较多 实际中俄之间啊 这种经贸领域的合作呀 就是他孝敬他额颠嘛 我们就拿石油来说嘛 现在俄罗斯的石油卖给印度呢 大概是40美元一桶 但是卖给中共呢 还是70多块钱一桶 可以说高出来的这部分价格呢 就是中共孝敬他额跌的嘛 可以说在经贸部分啊 这个没有啥说的 这个中共呀 一定会使出最大的劲呢 来帮助俄罗斯 那么这里头我们再看王毅怎么说的啊 王毅说呀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 从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 更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 这个王毅讲的话呢 也有琢磨头 他虽然口头上说不针对第三方 但是他这里头说了呀 我们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 那就是指明了嘛 我们不接受美国跟北约的胁迫嘛 对不对 一旦把我们逼急了 那么我们中俄联合起来 我们也会父子上阵的哟 所以王毅呢 有透露出这种信号的意思 那么王毅在跟普京见面以后呢 他还推出了一个和平方案 这个和平方案呢 现在外媒已经公布出来了 但是同时呢 中共的叼盘侠胡锡进啊 也在他的微博里呀 用英文录的一个视频呢 可以说把这个版本呢 也说了一下 实际意思啊 跟王毅说的是差不多的 这个中心思想呀 就是土地换和平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王毅的和平方案 他又拿几个重点啊 这个方案他是这样说的 首先呢 俄军呢 回到2022年2月24日 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的界限 然后呢 乌克兰同意呢 20年内不加入北约 然后是双方立即停火 从各自实际控制区 后撤10公里 这个方案又说呢 2月24日之后 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由联合国维和部队托管 一年后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 举行攻投 所以他这个方案啊 就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方案 可能这个方案呢 也是俄罗斯希望达成的一个方案 就是维持现状 可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呀 是俄罗斯比较满意的吧 他把该占的地方呢 也都占了 然后克里米亚半岛呢 也不想给别人还 然后呢 双方后撤10公里 把这个乌冬地区呢 先交由联合国在这托管 然后一年以后呢 再举行公投 然后还要乌克兰呢 答应20年呢 不要加入北约 那么你想想 这个方案是啥方案 就完全是拉偏价嘛 就等于说一个强盗呀 跑到别人家去 已经抢了这么多东西了 现在别人要反攻了 也可能他们抢的东西 又要失聚了 这个时候站出来一个中间人 他说呀 要维持现状 以前抢的东西呢 不能马上还给你 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拉偏价 而且给乌克兰给的那么苛刻的条件 还是20年不加入北约 你想这个方案 谁能接受呢 紧接着乌克兰那边就传出消息说 我们不接受这个方案 确实 咋可能接受呢 你这个方案就不是拿土地换和平了 就是去建了别人家的东西 现在可能打不过别人了 又怕失去了 然后找一个人出来呢 拉偏价 那么你想首先乌克兰不愿意 美国跟北约呢 也不愿意 因为这个俄罗斯呀 这几百年来啊 一直都是欧洲的威胁 甚至是与他相邻的国家呀 他都威胁过 所以俄罗斯这个问题呀 我想这个美国跟北约呀 一定会借着这个俄欧战争呀 来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中国版的这个和平方案 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达成 这真是中俄父子俩呀 在这想当然的 昨天我在节目里头也说了 这个拜登呢 也去了乌克兰 所以这个情况呀 不像别人讲的那么轻松 这个肯定是有目的的 别人就说嘛 一战的时候 美国总统也没有去欧洲嘛 二战的时候 美国总统还是没有去欧洲嘛 对不对 这次美国总统亲自到了前线 难道说他只是中共讲的串访吗 只是作秀吗 对不对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就是为开达去做最后的动员的 我认为呢 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那么我们接下去看 大概就是这一两个月啊 就会见到具体的进食行动 有关中共提的这个调停方案呀 就给大家这样简单介绍一下 您认为乌克兰可能接受吗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观看